很多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有事业,有才气,但更重要的是有健康,如何才能在新的一年里健康相随? 2015年记住这些建议,让你全年健康无忧,科学饮食,少吃一两口,耐斗天天,有想要一年不生病,首先就要吃得好。 广州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科科长林国珍介绍,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最确实可行的就是从饮食做起,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要记住下面四点,一少吃一两口,多动15分,如果能坚持每天少吃一两口,或坚持每天多活动15分钟,90%的人都能保持能量渗入与支出的平衡,有效控制体重增长。 二粮食七八粮,油脂减两成,每天粮食七八粮,同时建议每天少吃,八到九克油脂,这样能减少约80千卡的能量摄入,从而达到阻止90%的正常体重的人发展成超重。 三蔬菜八粮好,奶豆天天有,多吃蔬菜对保持心血管健康,增强抗病能力及预防某些癌症等,提值十分重要的作用。 蔬菜每天的食用数量,应保证有八粮,提倡多吃豆类,四按时就餐,三餐不少,现在人也是不规律,暴也暴食,很容易引起肠胃疾病。 按时吃饭这个朴素的道理,往往做不到,新的一年,一定要保证自己三餐按时进餐。 早餐在七八点解决,午饭在十一十三点前,晚饭在六到八点,解烟限酒,烟别抽酒限让科学表明,解烟可明显降低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的风险。 用餐后食用水果或饭物来代替饭后抑制烟的习惯,把药解烟的想法告诉家人和朋友,取得他们的鼓励,支持和配合,为自己安排一些体育活动,如游游。 跑步,钓鱼,打球等,必要时寻求戒烟门帐帮助,使用戒烟药物要由医生指导,白酒不过一两。 长期过量饮酒是洗脑血管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男性每次饮酒的酒精量不超过二十五克,缓酸成酒量大致为。 葡萄酒,一百至一百五十毫升,相当于二至三两,或啤酒,二百五十至五百毫升半斤至一斤,或白酒,二十五至五十毫升半两至一两。 女性减半,坚持运动,每天运动三十分钟中国籍病院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介绍,经常参加消耗体力的活动,发生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肿瘤的机会减少二到三成。 一般上班族一天能走三千步左右,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必须再运动三十分钟到一小时,才达到身体活动的指标。 每周五到七天,每天累积三十分钟以上等强度的活动,比如每天走四千步,每年体检,不同人群有所测中,三十岁之后应该每一年做一次体检,五十岁以后应该每半年做一次体检, 同时体检项目要量体裁一。 一三餐不规律,经常在外就餐的人,需要关注代谢方面的检查,抽血茶血糖,血脂,尿酸,以及碳湿粉呼气试验,还建议增加优门罗感菌检查。 二经常喝酒饮臭的人,需要关注肝脏病变,做好肝脏,B超,酒精基因检测,评估酒精难受度,还建议增加心脏采超和腰疼比例检查。 三有吸烟嗜好的人,需要检查筛查肺癌和鼻炎癌,做胸骨拍片检查,抽血查肺癌肿瘤标志物,谈细胞学检查。 四经常在电脑前工作,酒做的人,可选择性增加颈椎肩排克拉,腰椎肩排克拉检查。 控制体重,要为别超过90厘米控制体重,是保持心脑血管健康,预防脑促重,关心病的重要环节。 中国成人本美的判定标准,米腰8.5,24.0千克每平方米为正常,24.0,28.0千克每平方米为超重,大于等于28.0千克每平方米为肥胖。 并等于体重身高2平方米,腹部脂肪聚集越多,发生心脑血管等疾病的风险越高,成年男性腰围90厘米,或腰臀比0.90,成年女性腰围85厘米,或腰臀比0.85,为中心性肥胖,一旦需要减肥,必须循序渐进。 通常每周减0.5至1.0千克,在6个月至一年内,减轻人体质量的5%,是10%位移。 按时睡眠,晚上12点前,必须睡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表明,每晚平均睡7到8小时的人,寿命最长,每晚平均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受者。 北京朝阳睡眠呼吸疾病诊疗中心主任郭欣恒同时指出,不同年龄段的最佳睡眠时间是不同的,应按照自己的年龄科学睡眠,不过都应在每晚12点前睡觉。 60岁以上老年人,每天睡5.5,7小时,30,60岁成年人,每天睡7小时左右,13到29岁青年人,每天睡8小时左右,4到12岁儿童,每天睡10,12小时。 调试心理,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真正的健康除了身体上的健康,还需要精神上的健康。 包括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甚至遇到的健康,做事,光明磊落,心胸坦荡是精神健康的表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谢谢观看